台湾每年有超过300位的行人 因为交通事故死亡 高雄有民间团体 公布高雄行人痛苦路段 包括大型医院附近 轻轨施工路段 不是在人行道上充满了障碍物 就是行人被迫要走到马路上 与车争道 常常想象还生 呼吁市府要重视改善 人行道高低不平路面破碎 民众推着轮椅经过 除了要小心脚步以免碰撞 还要闪避围停机车 汽车停车弯 只好冒险走上道路 而小朋友骑着脚踏车上路 更是如同道路障碍晒 人行道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经常是凹凸不平 不连续 然后也充满了障碍物 这个障碍物不只是 民众店家的路霸 其实有时候所谓的街道家具 路灯变电箱也经常挡住 让轮椅没有办法行走 台湾每年超过300位行人 因交通事故意外死亡 2021年A1死亡事故中 行人占比10% 而行人事故发生主因 有六成是过马路被撞 以及遭后车追撞 高雄市的高一 荣种等大型医院附近 轻轨施工路段和捷运车站旁 都是民众步行痛苦路段 人行道外推 他可以说很有效的缩短 我们行人通过马路的时间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行人 站在这边的话 我们能见度会提高 也可以避免一些意外 交通罚缓的预算里面 今年15亿编列的预算 提拨3% 出来改善高雄的交通 行人安全 人行道外推增加行人 在路口能见度 以及避免人行道上设置机车停车阁 降低人车冲突发生 民间团体也提出具体建议 过去师傅将交通罚还 专款专用来改善行人路权 记者理事员孟昭全高雄报道